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蔡品空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的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南加州为下周本季第一场大风暴做准备 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指出 太平洋低压系统将影响西海岸 导致下周三至周五 可能出现中度至局部强降雨 届时会给南加州带来2至5英寸的降雨量 在某些洛杉矶地区的降雨量 可能高达6英寸 预计高海拔地区将出现大规模降雨阵风 山区将会降雪 Richmond为加州癌症发生率最高的城市 癌症是美国首要死因 根据加州癌症登记处最新一项研究 Richmond的癌症发生率是加州最高的 研究发现Richmond居民罹患癌症的风险 比加州一般人高20% 该市拥有许多炼油厂和其他工业设施 这些设施向空气和水中排放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可能是增加罹癌风险的原因 谷歌下个月将删除数百万Gmail休眠两年账户 此清除将影响所有已休眠至少两年的 个人Gmail、Job和Photos账户 并将永久删除 此举是保护活跃的Google用户免受网路钓鱼诈骗 和账户劫持等安全威胁 谷歌表示 任何有删除风险的账户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都将收到多个通知 该政策预计今年12月生效 违反联邦依然标准 Amazon独家销售儿童睡衣召回 已经在Amazon独家售出13300件的iMoons儿童睡衣 因不符合儿童睡衣依然标准 有烧伤风险而召回 召回的睡衣尺寸在3到12岁之间 消费者被要求将这些睡衣剪成两半 透过电子邮件向召回公司发送被销毁服装的照片后 将获得全额退款 目前没有受伤报告传出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